还有一个美国人他也要欢度母亲节 因为呢就在母亲节前夕的时候 他到台湾来收养了一个四岁的过动儿小薰 小薰呢他是母亲的这个单亲妈妈 努力来抚养 所以透过了基建会帮他找到了美国的收养人 小薰和新爸妈玩得开心 四岁多的小薰来自单亲家庭 妈妈打零工独自抚养五个孩子 加上小薰有发展迟缓以及过动症状 无力照顾 在基金会牵线之下 由这一对美籍夫妻收养他 会这样高兴是因为韦德夫妻结婚二十六年 因为不孕症无法有自己的孩子 透过基金会去年八月着手收养小薰 年初小薰癫痫八座口吐白沫夫妻俩好着急 不过收养之路漫长 两人却始终认为小薰就是他们想要的儿子 小薰摸在新爸爸怀里撒娇 夫妻俩不在乎他是过动儿 愿意花更多心理来照顾 一家人将回到美国展开新生活 这一新闻李明的戴秋荣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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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